受惠利級大家好 疫情之中我都盡量少出街 多數都是在家拍片剪片吃東西 於是零食就不少了 有朋友說既然是這樣 為何你不嘗試介紹泰國的七十一 裏面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是的 既然是這樣 由今天開始 我們就七出泰國 七出泰國又來了 今次又回到我家旁邊的那間 為何不去這些大店呢 因為之前有網民說 其實在家裡去拍片 感覺更好一點 更放鬆一點 是的 其實昨天我特地去一個 基桑PLASA下面的一間 小小旗艦店看過 它有位置可以給大家吃東西 但是這間店舖 就靜靜靜水靜河飛 然後 假設你坐在這裏 跟助手也好 或者自拍也好 一說話 一定會聽到 好了 理論上 理論上 店舖裡面 就不讓你拍攝的 除非你申請 當然我每次 撿一兩個短短短的 沒有所謂 或者之前在旗艦店上面那層 沒有人 我就沒有所謂 但是 若然店員在那邊做事 如果你在這裏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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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之前那間 樓上的整層 那間 那間是很不錯的 但很可惜 它的音樂聲音太大了 即是 我甚至用了一個靚咪 但都聽到它的音樂聲音 Youtube不警告我就好 那次幸好沒有警告 如果不是 那又什麼了 所以 日後都要再想想 看看有沒有一些旗艦店 又可以上去拍攝 而且音樂聲音不太大 給少許時間去想想 今次依然回家旁邊買 說到口乾就對了 這隻Oishi Oishi 在泰國就很有名 很多年歷史 當年是他們引入綠茶 他們的綠茶品種 多到不得了 你想得出 只是沒有榴槤味的綠茶 好像這隻 哇 加了菩提籽味 綠茶加菩提籽味 我相信日本人看見都 嘩 嘩 覺得很奇怪 什麼味都可以加進去綠茶 好味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爽爽 可以咬一下 OK的 也不太甜 今天 在家旁邊的七十 找到一個很正豆的東西 是什麼呢 各位觀眾 Carmen計 泰式海南雞飯 正視它 食泰式海南雞飯最重要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醬汁 它都很細心 原來 盒子上 都黏著一包的醬汁 倒出來就可以了 好了 泰式海南雞飯吃 熱辣辣當然好吃 凍冰冰當然是 地道 好地道草根會吃凍冰冰的 但我始終喜歡吃熱辣辣的東西 放入丁丁之後 出來 都OK 聞一下 都很有水門海南雞飯那種的香味 讓大家看看 今天用回這部Sony的相機去拍攝 所以也有這樣的效果 是不是呢 好 接著吃 理論上要點醬 但是 我未免 免得一會兒 整個地 整個身都是 我待會兒再點醬 現在少吃 少吃 少吃幾口 因為也有些網民後說 你不要全部吃完 看見你就是辛苦了 好 今集就先吃少少 很好吃 其實呢 我自己覺得 真真正正好吃的 卡文綠海南雞飯 你不用點醬 都已經這麼好吃 最重要的精華 其實是在那些飯裏面 雞都OK 這個 那個飯不點任何東西 都覺得很好吃 跟海南雞 應該說跟水門雞的海南雞飯 有沒有比較是怎樣 那個 那個飯味有些 因為水門雞都有幾間的 有些吃不到的飯有一種香味 這個反而竟然有 真是OK 忘記說 今餐呢 依然是chip精 整台東西加起來 今餐都是 200匹有爪 好像一百九十幾匹 還有呢 雞肉呢 都多的 吃極了 吃極了 挺不錯 吃一半 一會兒呢 再點上醬 再吃個 給大家看醬 然後 還要嘗試的 另一件事 也是好 這件事 之前也曾經介紹過 但我覺得 翻得到無防 就是 CP的滷水蛋 CP出名做蛋 大家都知道 這些即食滷水蛋 都相當方便 易吃 最重要是方便 這個 蓋上去 一會兒再吃 一煎就出來 CP滷水蛋 一口 一口 很滿足 其實 剛才 在71 看到 賣蛋的 架子中 因為很多不同種類的蛋 CP出名 出雞蛋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香港 有沒有這隻滷水蛋 賣 但在這裡 經常買來吃 除了滷水蛋 還有其他種類的蛋 難得的就是 歷了這麼多年 沒有一次試過 一開始 是壞蛋 臭蛋 已經是擺久了 又沒有 每次買不同的蛋 都感覺到很滋味 很少會遇到 壞蛋 臭蛋 滾蛋 接著 在 飛碟那一欄 又找到一些新貨上市 聲稱新貨 之前都沒見過 但造型賣上市 其實 尤其是 尤其是飛碟 甚麼新貨 甚麼新貨 但 他說新的 是一個西式的 蛋 字 西式的蛋 是呀 各位觀眾 西式蛋 不如說 西式的蛋 但是 你加些茄汁 加些茄汁 感覺像吃麥當勞的豬肉 抗寶 拿走那片豬肉 然後吃到包和茄醬 雖然說是蛋 但是蛋的成份不多 這個肉 真的 令我 懷念那天吃Anita 香港朋友Anita 做給我那個厚切餐蛋 刺 那個真是沒得頂 好 好吃到 好老實說 如果那個厚切餐蛋刺 我給10分 這個5分 都不是這樣 這個就 待會再處理 好了 接著 人人期望可達到 究竟是甚麼 今次 多拉希望 泰國 71 特別多多拉希望產品 這個 亦是聲稱 71 獨家代理 代理 打開它 有個叉 沒錯 有叉用 接著 咦 有一邊有巧克力醬 接著 哇 這個好玩 這個 有沒有吃過 去過一些大酒店吃自助餐呢 接著 之後 有個甜品 就是一些 巧克力 就是怎樣 你會看到那部機 巧克力 好像有些瀑布 那樣 流下去 接著 你會找一些 叉著 一些 棉花糖 去 咦 接著 棉花糖上面 就換一部巧克力 我來吃了 有沒有吃過 這個巧克力 原來 這裡也有 造型賣相就是這樣 當然 就不會自己轉 但是 有個叉 有叉用得來 那就真的有用 喏 喏 在 牛仔一粒 一粒 一粒 棉花糖 接著 然後 沾到 朱古力醬 那裏 就變成這樣 接著吃 是啊 自己喝下喝下 自作自受 自食其力 自食其果 自食其果 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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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硬了 這個 不要吃太多 留待 再吃海南雞飯 再慢慢吃 但話雖如此 各位觀眾 有個甜品 這個甜品 也是雪糕 我真的不太記得 有沒有曾經介紹過 但介紹過也沒關係 因為好吃 好吃 再介紹 去拿這個雪糕 才行 各位觀眾 這個品牌的雪糕 香港有沒有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泰國呢 其實有很多很多品牌的食物 通常都是以這個甜品居多的 譬如之前這個中秋節 也有出過月餅 那這個呢 就是雪糕來的 嘩 好大塊啊 你看看 喂 吃個圓球 你看看 耶 嗯 咬下去呢 又不會 掉到整地都是 很明顯 它這個呢 不是 本 不是 Exactly 是餅乾的質地來的 嘩 好吃啊 死了 破壞了程序 理論上應該 吃完那些咸的東西 然後吃甜品 但剛才吃了幾口 的海南雞飯 然後跳來吃這個 朱古力翻盤 然後再吃這個 然後再吃這個 然後回來吃那個海南雞飯 那就很難受了 喂 這個真的太可笑了 好吃了 我真的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呢 當然 要買來吃 如果沒有的話 怎樣 沒有的話 怎麼辦呢 看了當吃了 嘗試給你 聞一下吃 嗯 看了當吃了 看了當吃了 真是好吃 話說 我家在旁邊那間 七十顆 那些貨 都已經給我 真的買得八八九九 八八九九 下次的話 再買 可能就是要買白飯 他買個白飯 丁回來給大家吃 那 即是十一顆白飯 就是這樣的 或者 還有其他一些 菜、沙律、腸 那些 再不是學 有些網友提議 就是買一些即食麵 是的 那我家裡開熱水爐 錄一錄 然後吃給大家看 吃即食麵 但好不好看呢 想不想看呢 很有解決方法的 但是正如我所講 每當一個星期五 要拍七出泰國 就知道 又是星期六播 一個星期又過去 時間真的覺得很快很快 這個 一會再吃吧 吃完蛋 嘩 吃到不停的口 不停得抖 吃到不停的口 給它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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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 不要留回去 吃完 大家親一下計 其實呢 我想在構思 就是 既然現在 每次都是 二百匹 搞定 那其實 因為我為了 多些東西給大家看 那才叫二百匹 其實 還可以再便宜 再少一些 那就是 基本上 一個飯 或者加一個甜品 一百匹之內 其實呢 都可能 可以給大家 一些很滿足的感覺 反而泰國這麼便宜 是啊 這麼便宜 一百匹即是二十元港幣 左右 就能吃得那麼好 是不是應該轉轉的方式 吃便宜一點 泰國吃便宜一點 那口喉善 哪個介貨便宜 泰國吃便宜一點 好不好呢 但是那個多元化 又未必那麼好看 就是 作為一個觀眾 你都是想看 一個項目裏面 有五、六、七樣東西 這樣才開心 就是 鏡珠鏡珠 那會不會不好看呢 兩東西吃完了 是的 兩東西吃完了 但是那個 那個 那個觀性沒有那麼大 這樣啊 讓我再想想 讓我 認真考慮一個問題 不要趕下 趕走觀眾便不好 看看究竟應該 是 吃豪一點 還是吃便宜一點 還是怎樣呢 Anyway 再給我一點時間 好 多謝大家 七出泰國 今集又跟大家說再見 繼續喝東西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